大家早晨 一个星期的新开始 我和大家分析一下港股大市的最新形势 恒生指数期货 这个是上个星期五收市时的形势 我们看到这边是现货月 右手边就是夏月份合约 现货月高开之后 基本上是横行 但横行之中是轻微大一点 略为偏淡 国企指数呢 情况亦都是一样 略为偏淡 虽然收市时两个指数期货都是暴升 在四点半的时候 我们看到 恒生指数期货的未平仓合约总数 如果两个月份合计 是增加的 国企指数亦都是增加的 但如果计净数呢 两个月份合计 我们叫做不变 因为不够2.5%的升幅 而国企指数期货 是减少的 即是看到 外资大户是没有什么大变动 而中资大户是撤退的 我们拍分一个表道分析 由于形势 只是轻微下跌 我们看轻微下跌 严格上都是叫横行 如果看轻微下跌 以轻微下跌的未平仓合约 正数是不变的话 恒生指数期货 代表外资淡有大户 上个星期五下开新仓 而同时间 外资好友大户是平仓 预计今日的市 是反复轻微再跌 只是轻微 即是偏远 但是国企期货方面 就不同了 国企期货是略为偏淡价位 而未平仓合约正数 两个月份合计是减少 即是代表上个星期五 中资的好友大户 很积极地平仓 预期国企股 今日将会见底 不过这个可靠性 不是平仓合约的八成那么高 原因是因为 只不过是轻微下跌 大家要这样看法 总括来说 今天的市况 预计是 蓝筹股会差一点 国企股在低位 会有支持 而就算跌 幅度也是不大 而低位有支持力 在行业分类方面 我上个星期六的 港股影音分析都说了 软件服务业的资金净流入 是最多的 如果我们根据成交金额排列 最多的是24亿 还有大部分 10个 头10位 占9个 除了保险业 都是录得资金净主动买入 而在软件服务业方面 根据资金净主动买入 比如我们看 头5个股票 除了第4个股票 是高到64比36 其他都是见贯见属了几个股票 尤其是近期 都连终上下榜的 微盲集团 表现是比较好些的 看一看 全部都高过55比45 是理想的 不过这个55比45 是计算所有市场参与者 就不是计算大户了 我会和经济通的同事 讲讲给多一个选择 大家只看大户主动买股比率 这里 不用在平时看好的版面 看资金流向的版面 这里都可以选择出来 接着呢 如果我们看过去一个月的 变动率股价 表现最好的就是这5个股票 大家可能看上去 仪卡就会认识 其他看上去都很少听到 可以见到的升幅很多 但是如果我们 我们将这个 这样的数据 就放在这个表里 一个月 大家看 那你画出来就会清楚 表现得最好 另外呢 我们再看看 资金流向 如果一个月的排列 就是这样 腾讯阿里巴巴 网易京东集团 和金山软件 明显地 投了两只 腾讯阿里巴巴 一个月以来 累积的资金 正主动买入是最多的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年来计 排列是这样的 一年我排在右边 你看到这两只 不用看下面 你知道哪两只 就是刚才说过的 腾讯和阿里巴巴 但要留意的是 有两只新上市 在过一年之内 已经可以排到 第三、第四位 就是网易和京东集团 可想而知 他们上市之后的资金 主动买货 是几积极的 接着我们看一下 龙头股 腾讯 他在 软件服务业股票之中 如果计成交金额 他是排第一 当然 资金正流入 是比第二位美团点评高了很多 腾讯 过去十年的表现 每一个月的预计升幅 现在是7月 今个月到为止 是升了2.888% 平均过去十年的平均数 是升4.593 即是落后一 但是上个月很厉害 它升了21.491% 比过去十年的平均 4.111 是跑赢了 我们这个就给大家参考一下 哪个月表现最好 看一看 腾讯是十年一月表现最好的 表现最差 就是8月的 咦 今月升完8月 我们是不是要小心一点 接着我们来说大户的被动买卖盘 CreditSquiz 依然排在第一位 接着是Morgan Stanley 高盛 JP Morgan 和花旗 他们被动买卖的成交金额 就不是相差太远 最多买卖的 挂牌买卖 而成交的股票 全部都是腾讯 而正主动买入最多的 首五个 五个圈箱 很平均分配 特别留意 是上榜的 2828 托着恒生中国企业 而正主动卖出的 亦都是平均分配的 而两边都有的 就是阿里巴巴和腾讯 最后我们来说说 美子期货 美子期货 3217.38 升了17.76 恒生指数的合理值 是较上星期五高 157点 164 国企指数是79点 大市去到这个位置 或者有没有机会 开市后去到这个位置 之后有回吐 我觉得机会是大的 大的意思就是 要是不到这个位置 要是到了之后 有机会回吐 这一段的分析到这里为止 多谢各位收看